位於灣仔的上海三六九飯店 每一次經過時見到他們的黑底八字招牌 印象都會很深刻 這間這麼有性格的店舖 其實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已經開業了 歷經三代和時代跌檔 這間老上海飯店的人情和味道 似乎都沒有誰 街坊幫我們畫 畫是他畫的 價錢我們寫 幫我們畫了很多年 是熟客來的 認識了很多年 是好朋友 免費幫我們畫 一天店舖 除了被牆上的畫作吸引 右手邊的糧菜櫃都很令人好奇 我們這裡有差不多二十款糧菜 最出名的是鳳尾魚 不過那個是因為海魚 最近沒有貨 可能要遲些等供應商通知 我們才會做 紅尾魚因為它一定要用新鮮海魚 每年有季節性的 時有時無 而且處理起來很考功夫 因為它炸和下糖膠的時候 都一定要有個步驟 否則就會很容易焦或不夠味 所以過程複雜 而且很考師傅的功夫 這裡很多年輕師傅未必會做 剩下老師傅會做 當中更加有不少糧菜 在坊間失存了 又或者是369獨創的糧菜 這個就叫蘭花豆腐缸 外面基本上失存了 因為做的過程非常難 非常繁複 很少人做 又要將豆腐缸風乾 又要炸幾次 又要煮透 又要浸 用的時間很久 而且很考功夫 每一個步驟都不可以錯 風乾有時要兩三天 看天氣而頂 第一代師傅平衡了香港人和護色厚味之後 創作了一款369獨特糧菜 咖喱魷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研發 加了少許上海風味 偏甜 有少許辣 又不可以太辣 還有咖喱味要夠濃 很多名人都來買 例如哪個 例如 姓嬸的 你自己猜吧 所以要很慢 彈到整身都是 你看到彈性非常之高 加少許汁 除了坊間少見的糧菜 可以是369溫度之外 不少傳統上海菜的冷知識 都是聽阿富說才知道 就好像傳統小籠包的皮 應該是要厚的 因為以前經濟沒那麼好 別人給了錢 當然想要多些皮 皮厚才容易飽肚 但現在時代變了 所以小籠包的皮才越來越薄 傳統小籠包 通常兩個師傅做的 一個負責顏皮 一個負責包餡 通常十三折 師傅就會做 那些餡一早就做好了 皮要薄 而且硬的皮要硬均勻 不會有直下去 有些位好像厚一點 有些位就薄一點 那這兩位師傅 是做了多久才可以這麼熟熟 我見他們 他們入行入行很多年 很有經驗 這個好像很年輕 雖然年輕 但他早入行 而且他做包餅非常有天分 他多早就入行 他十六七歲已經入行 有時做這些真的要有天分 即是你的手勢 不是每個人協調到 或者這麼順 有些人做了幾個月 都可能出回去 或者學不到 或者有些學到 但是手工就差一點 做些東西出來沒那麼漂亮 他們相當熟手 每天就新鮮做 每天大概買多少籠 就做多少 我們盡量不過夜 那些餡都是 那才有汁水 保持鮮度 是不是要放一些上湯的凍 上湯的凍 以前用豬皮 我們現在可能用其他代替 因為豬皮太肥 而且吃得很滑 整口油 現在什麼都要健康為主 要健康得來 但又不能說失了傳統 可能有時要用其他材料 去替代一下 或者改良 雖然部分菜式為了迎合現在健康的趨勢 改了少許配料 但是一些傳統的菜式 只要客人要求 都可以用回傳統的做法 就好像黃鮮糊一樣 首先鮮就用 用滾水清潤去掉的磚 因為鮮的表面會有一些磚 然後燒熱油 加點蒜蓉 加點蔥花 花雕酒 而且一定要夠鑊氣 這個就是五連的花雕酒 炊雞少用五連的花雕 這些用普通花雕酒 然後師傅會加味 對 放上炮桌 然後他就會放上炮桌的東西 因為我們上海店 就會有這些炮桌 因為廣東菜炒完就拿出去了 上海菜很多時候要用炮桌 因為在那裡用慢火慢慢炆 讓味道進去 和披掉黃線的腥味 所以很多上海菜有趣的地方 師傅有時會用兩兩個爐來煮 前面用來炒 後面用來烤桌 烤到味道進去 然後再炒就會濃味一點 作為以前老式的蒜蓉 你要炆到蒜蓉是爛的 為何叫蒜蓉呢 因為要用殼一邊煮 煮到爛掉 正宗的上海老吃就會吃過的味道 但現在廣東人未必能接受到 因為吃起來沒有口感 都很張 這就是現在的做法 現在師傅就會表演老式給你們看 我小時候就是二十多年前做的 你喜歡吃老式還是三式多一點 其實老式是比較好吃的 因為吃起來真的滑很多 現在大家注重健康 除非客人要求 不然我們都不會做老式 放一堆蒜蓉在中間 蒜蓉一定會放的 但它現在會燒一個油 淋在蒜蓉那裡 你會看到它在那裡 迫迫迫迫的炸起蒜蓉 怎麽為之一個成功的蒜蓉呢 但是你拿到出去的桌子 人客就看到油就在那裡跳 除了黃鮮糊很受客人歡迎之外 用五年花雕和新鮮雞製成的醉雞 亦都很受歡迎 拍攝期間 更加有客人不停落單 因為我們做了這麽多年 那些師傅都是一代接一代 都是煮傳統上海菜 比較濃味一點 深色一點 還有很多人客都要求我們繼續用這種模式 因為他們覺得可以吃回他們小時候的味道 人客又喜歡 我們就做開 所以一直保持下去 除了菜式上面保留傳統做法之外 369亦都堅持自家調製所有汁醬 因為濃油赤醬才是正宗上海菜的精髓 我們每一個菜式平均都由五、六種醬汁去煮 每一種醬汁拿到回來之後 在供應廠拿回來 師傅都要調味或自己調味 所以其實變化會很大 所以外面的人是做不到我們的味道 鎮剛醋、豆瓣醬、磨事醬 很多東西回來都要自己師傅再煮、再調味 是我們369的師傅 有些是自己創的味道、那個份量 所以外面是做不到我們的味道 以前第一、二代的經過反覆研究 覺得試准的味道 人客人覺得OK 記低了之後一直用下去 都用這些半製成分 味道一模一樣 甚麼特別都吃不到師傅的功夫 雖然每樣東西都是由零開始做起 但是369飯店這麼多年來的價錢 其實都很親民 我們這麼多年來做的客人都是普通普羅大眾市民 我覺得價錢又不會太貴 都是做一些平民生意 真的都是主要想街坊吃得開心 有些都很多年了 有些是從小吃到大 偶爾有些遊客都不想買得太貴 而開業這麼多年 阿富其實都坦然 總會又高又低 但是都幸運是一家人齊心地走過 因為越來越少人入行 而且現在年輕的很多人都不肯做 請人比較困難 香港都經歷過幾個低潮 97 沙士 所以我們就覺得不如 不要開得太多了 寧願留一間但做好 即都是一家人一場 經濟不好的時候人數少些 因為大家自己做長些時間 甚麼都親力親為 始終都是自己一家庭生意 一家人齊心 齊上齊落 大家多走一步 做多一點 差很遠 一代全一代 所以不少街坊 都是看著阿富長大的 他亦都很樂意接受店舖 因為其實這個 一早已經是他人生的一部分 因為從小到大都經常在這裡 放學會下來放假會出來逛逛 拿紙畫一下公仔 小時候又會找一張椅子擋上去 拿一些老味吃 夾夾一點 在小碟吃 捉一下大閘蟹 摸一下銀絲卷 小時候覺得東西很新鮮 他都表示 最難忘的其實就是街坊的芝齒 最開心的亦都是這班街坊說 他們的味道沒有改變 小時候外面都沒有興建東西 是足球場 然後才慢慢興建外面的寫字樓 可能有些移了紋很多年 突然間出現 帶著子女的孫子 說原來搬走了 或者移了紋 說回以前的事情 或者老街坊搬到別處又會回來 所以他們回來吃的時候 都會覺得還是一樣的味道 還是一樣 不過大家看到大家年紀都大了那麼多 過了那麼多年都覺得很有趣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那個 toy賞 你說那就可以的話 還是有設立即溫